看完这条视频,我相信你们以后不会再说买不起BBA了 因为他们现在暴跌的非常厉害 尤其是以下这四款奥迪SUV 现在16万左右就可以入手 性价比非常的高 特别是第四款,暴跌12万 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就算你月薪4000也能够买起这款车 远你的豪称梦一点都不是问题 并且开出去也非常的有面子 丝毫不输宝马X5 并且要比宝马X5便宜26万 可真是太划算了啊 第一款奥迪QL定位是小型SUV 而它的受众人群主要是女性 都是被它娇小可爱的外观所吸引 再加上压班待步也是特别的合适 而车款车现在它的优惠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起售价22万8.8到26万8.8 部分地区终端优惠已经达到7万3.8左右 它的入门机车型现在直接跌至16万5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同样也是能够享受购置税减免的政策 但其落地才是7万多 价格方面非常的亲民 虽然这款车车长只有4米257 轴距2米628 但是满足我们日常家用和上压班待步还是非常的可以 挺车也是非常的方便 动力方面匹配的是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7弹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马力高达150匹 满载的情况下 加速感和推背感它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而现在入门机的车型它就给你标配了自动挡 一回完以后只需16万多 现如今这个价位能开让奥迪SUV 想想还是非常的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奥迪Q3L定位是紧凑型SUV 而这款车无论是在尺寸 空间动力方面都要比奥迪Q2L大不少 但是在售价方面却并没有比它高出来多少 这是因为这款车它的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目前中东优惠达到了72800左右 而现在它的入门机裸车架直接跌至21万多就可以了 要比Q2L贵出了5万左右 想想还是蛮划算的 虽然它的入门机车型动力方面搭载的是1.4T发动机 匹配的却是7档试试上的和变子箱 老司机们都知道 试试的肯定比干试的要好 再加上质量也是非常的稳定 性能表现也是非常的棒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6.7个左右 而它4米495的车长 2米68的轴距 空间方面的表现要比Q2L大出了不少 然而坐上去之后差别也是非常的大 相信今21万多就能够入手这款奥迪Q3L 想想还是值得入手的 毕竟动力方面也是非常的靠谱 非常的经济省油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奥迪Q5L 相比同级别车型 它的性价比较远超宝马X3 综合实力更是完全碾压 再加上现在售价也是特别的便宜 起售价396800到488800 部分地区中端又会达到了92000左右 而现在它的入门机车型只需32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我个人感觉要比宝马X3划算的太多了 特别是在价位方面表现的非常的给力 再也就是动力方面 入门机车型搭载的也是2.0T发动机 和7档试试双力合并的箱 马力更是能够高达190匹 而这套动力组合也是经过了市场多年的检验 质量非常的稳定并且经济省油 0百加速只需9秒左右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7.2个 同时它也是有高功率版本供消费者选择 马力能够爆发出252匹 0百加速只需6秒左右 就拿这个动力而言 你开下来就知道了 它肯定是要比宝马X3强的 并且价位也是非常的低 此外它4米770的车长 2米907的轴距 车内的空间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 总的来说 这款车这一次大降价确实是非常值得入手 对此你会心动吗 第四款奥迪一刹 它作为奥迪旗下首款纯电动中大型SUV 从上市之初也是被寄予了厚望 但是现如今销乱可谓是非常的差劲 这同样也是导致了优惠力度特别的大 起售价54万6800到64万8800 部分地区中东优惠已经达到了12万2800左右 它的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44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而这款车它的续航高达465公里和500公里两个版本 并且全系车型采用的都是交流一部前置加后驱的双电机 扭矩能够爆发出540纽米 百公里加速仅为6.8秒 这已经秒杀了很多燃油版车型 而它的百公里电能燃料消耗量仅为2.2左右 采用的是三原理电池 有一说一 这款车在新能源方面的技术 相比我们国产比亚迪 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只不过它的配置比较高 动力也比较强劲而已 再也就是空间大4米901的车长 2米928的轴距 从数据上看空间方面就非常的宽敞 你实际坐进去也是如此 地盘方面采用的是前后独立悬挂 就算你满载的情况下 它的离地间隙能够高达163毫米 通过性也是非常的强 只不过奥迪在该领域里面名气并不是很大 能够称得上质量过硬的车型也基本上没有 得不到国人的认可和信任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让你考虑你会花40多万买这款车行而买特斯拉呢 以上这四款奥迪SEV 现在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的大 通常对于那些经济想要购买BBA的朋友 现在入手也是非常的合适 对此你会心动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